这次参展的作品有五十件 在法国六年多来 陆陆续续创作的 但是有一些主题 其实都是有关于我的旅游 所以我的主题呢 就是看起来朦胧 永远看起来有点像抽象山水 但是其实近看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比较具象的东西 其实我这几年 就一直在追求一个意向 一个情景就是 保留中国传统的用味 在技法方面的话 就是把它现代化了 尽可能地在传播 中国传统的东西 希望有一天能够变进步 希望有一天能够优手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